原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实力最强的女将军 并不是替夫从军的花木兰 也不是智勇双全的穆桂英挂帅 甚至穆桂英只能排在倒数 第一名的地位无可撼动 所以今天我将以排名的形式 带大家了解下古代十大女将军 第十梁洪玉 一位宋朝著名的抗金女将 她出生在一个武将世家 自幼随父兄学了不少本领 虽然史书中不见其名 但却有其人 并且还是名将韩世忠的夫人 她曾一夜奔驰数百里 赵韩世忠入魏平派 因此立下书勋 获奉安国夫人和护国夫人 不仅如此 梁洪玉还多次随夫出征 在著名的皇天荡之战中 夫妻二人共同指挥作战 将入侵的敌军 祖籍在长江南岸四十八天之久 从此名震天下 然而身为一代金国女将 尤其在宋朝内的重文轻语 重男轻语的时代 梁洪玉的抗金故事 却一直流传至今 也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第九苏三年 原名杨玉娘 一位太平天国时期的金国英雄 她率领的是一支英勇善战的女军 从广西起义到进军江南的斗争中 立下了汉马功劳 早年她是一位江湖卖艺女子 特别擅长使用飞镖 可以说是百发百重 后来与天地会首领苏三相识结为夫妻 但在婚后不久丈夫却被同行杀害 好在苏三娘通过了自己的努力 不仅首刃仇敌 还成为了天地会的首领之一 然而在机缘巧合下 她加入了太平军 参加了今天起义 至此跟随洪秀全持平沙场 在首永安 为桂林 打长沙 攻武汉 霍南京等战役中 英勇善战 所向披靡 攻武不克 战无不胜 因此也被称为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女军世家 但在1854年后 关于苏三娘的事迹却莫名地消失了 这神秘的出现 又悄然地隐去 终究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命 第八穆桂英 穆桂英是明代小说 《北宋之传》 后来这部小说被改编成戏剧和电视剧 穆桂英也因此变得家喻户血 她曾是穆柯寨债主穆与之女 武功盖世 无人可比 后来与杨宗宝成亲后 变成了杨门女将 曾多次随杨家将一同征战 保家为国 履历战功 是我国通俗文学中 经国英雄的典型形象 排在第八情有可语 第六樊梨花 樊梨花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著名女将 史书有记载其真实存在 她的丈夫是薛丁山 二人都是保家为国的将领 她不仅胸怀广阔 而且文武双权 一度被后人视为大唐亲女 并且曾协助薛丁山登盘挂帅 南征北战 所向披靡 在平定西北叹乱也立了大功 被赞誉为女将军中的凯 还在第六也算不跌 第七显夫人 出身于首领世家 冯小文武双权 考略高超 是一个卓越不凡的领袖人物 她一生历经了三朝 一直都是顺应着历史的潮流 将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铭记于心 当年隋文帝进军岭南时 显夫人当即率领族人归附隋朝 使隋朝得以快速统一岭南地区 显夫人也因此受封为乔伯夫人 不仅如此 在战斗中 她足智多谋有着非常卓越的功勋 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受到许多百姓的爱戴 被奉为岭南圣伍 第五巡冠 她是晋朝平南将军寻松的女 曹操重要谋士巡御的武士孙女 然而她虽为女子 但从小就和别的女孩不一样 自幼喜欢武枪弄剑 常常跟随在父亲身边行军作战 东奔戏跑 在民事指导下 巡冠年纪轻轻便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尤其是枪法 耍得那是出神入化 这点让也许多男子都自叹不如 不过最令人震撼的是 她曾与父亲在晚城被数万名敌军围困时 年仅十二岁的她却主动请民 出征求援 最终她率领十几个勇士突破重围 顺利请来援军 成功拯救了自己的父亲于水火之中 身为女子 这个年纪有这种感受 不愧为女中豪杰 第四唐塞尔 唐塞尔是名出农民起义军女领袖 也是白莲教女头领的 据说她在丈夫死后偶得一世侠 侠里装着宝剑和兵书 自研袭后就非常精通兵法 于是召集了数千民众 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 唐塞尔在指挥军队时运筹围围 先是攻下营州 包围安丘城 可眼看就要攻克城池 但最后起义还是宣告失败 而唐塞尔也就此销声匿迹 永乐十八年他率中起义 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农王朝的团制 更震撼了通过农民起义 夺得政权的农王朝 所以将他排在第四无庸置疑 第三秦良玉 秦良玉是明朝末期战功卓著的抗清农将 自幼文武双全 足智多姆 另外他行军制兵号令延民 所领军队称百赶兵 这在当时可谓是远近闻名 他一生戎马四十余年 足迹遍及长城内外 率领自家兄弟先后参与抗击清军 一直为保卫大明而战 然而在历朝历代修史中 女性名人都是被记载到恋语钻 可秦良玉却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被载入正史的金国英雄 也是唯一凭战功封头的女将军 第二花木兰 说到花木兰 大家一定病得陌生 无论在课本还是影视剧中 花木兰都早已深入人心 他忠孝结义 唐代皇帝更是追封他为孝列将军 然而真正让花木兰的事迹流传至今 还得归功于那首 木兰是中的 积极负积极木兰当护知 又或者是游戏里的那句 谁说女子不如男 可即使现在在出名 花木兰的姓氏 籍贯的 史书上却并无详细记载 尽管如此 花木兰的事迹仍然被多种文艺作品所表现 所以这足以证明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排名第二十至名归 第一不好 不好是商天子武丁的王后 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 同时还是一位善于打仗的柳将军 不好曾多次受命征伐沙场 在战场上与敌军厮杀交战 保卫王朝安宁 然而作为武丁时期的柳将军 他经常率领军队征伐周边国家 旅任军将征战沙场 曾统兵1.3万人攻枪方扶获大批枪人 成为武丁时一次性最多率军的将军 此外他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逃 还能为武丁拓展将军 且具有主持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 因此武丁十分喜欢他 他去世后武丁悲痛不了 所以这种传说级人物放在第一名也是当之无愧